大家看到现在金架标的不像话 那么身上有金项链啊 金戒指金手环的话呢 走在路上要特别的小心了 高雄现在出现了 所谓穿着蓝白拖鞋的强盗集团 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呢 就可以抢人家挂在脖子上面的金项链 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了 一名航空公司的机长外出买晚餐 行进这处路口的时候 遇到了一名飞车抢匪 当场就把他的金项链给抢走了 这处路口有很多家的自助餐店 当时正好是用餐时间 民众非常多 歹徒却在众目睽睽下行抢 机长戴在脖子上的金项链 当场被抢匪扯断 警方掉路口监视器 发现歹徒骑机车行抢 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身手非常利落 父亲民众只称治安侦查 揪手之后他两三件了吧 两三件了 常常就对了 对啊 所以你们这怎么讲 警方指出根据被害人的描述 抢匪穿着蓝白拖鞋 和警方先前抓到了蓝白拖鞋 强盗集团特征相似 由于这个集团作案 三年来已经高达了两百多件 警方已经成立了专案小组追砌 而由于金价不断上涨 金饰品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 也呼吁民众要特别注意 自己身上穿戴的金项链 中天新闻 欧崇文 陈胜义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